大家好,又是我A軍的六四系列, 可能大家會奇怪,為何五月二十一號, A軍明明已經講完,現在還要做一個續編? 沒錯,這個續編專門為香港而講, 因為香港那天發生了一件大事, 二十一號的下午兩點鐘, 香港各界市民舉行了環市大遊行, 聲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運動, 譴責李鵬講話和派兵軍管北京, 參加今次遊行的人數,估計超過六十萬, 是二十年來最大型的一次遊行, 而這次活動,由全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舉行, 參加遊行的主要團體,都是學生、教師、社工等等, 遊行的隊伍,由中環遮打花園開始集合, 然後由十幾步,裝了喇叭的大貨車輸領著, 經過軒尼斯道,北角的英王道, 然後再接返新華社, 遊行裏面有婦女兒童老人等等, 高叫著打倒李鵬、李鵬下台等等的口號, 當然,除了各界參與之外, 有一些團體,A軍都要特意說一下, 就是天主教香港教會, 十幾個基督團體, 甚至乎佛教也有參與, 在晚上的時候, 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在接近一百萬人的集會上宣佈成立, 並且通過了, 呼籲全港市民立即加入聯合會, 爭取中國民主運動, 為中國民主前途出力, 並且呼籲全港解放軍和武警, 不可鎮壓北京學生, 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罷免李鵬, 以及軍隊立刻撤離北京, 這個剛剛成立的聯合會, 設立臨時聯絡處, 多個團體參加了, 並且整夜舉行會議, 商討進一步行動, 甚至乎據說, 新華社分社, 部分員工也參與了那次集會, 並且發表聲明, 聲明就這樣說, 這次學生運動, 是一次外國民主運動, 表示, 反對武力鎮壓, 反對實行新聞封鎖, 並要求萬里委員長會國, 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好, 那天, 香港地區, 六個全國人大代表, 吳康文, 鄭耀堂, 徐士雄, 唐志安, 陸答華, 以及我們很熟悉的, 阿姐, 汪明荃, 聯名發電報, 被全國人大常委會, 敦促, 在國外訪問的萬里委員長, 立即回國, 並且召開人大會議, 特別處理這次北京學運事件。 同時, 這六位人大代表, 還向內地五個省市的全國人大代表發出電報, 呼籲他們集齊五分之一的代表支持, 按照憲法, 召開全國人大會議。 同時, 香港有很多團體和人士, 在報紙上登廣告發聲明, 呼籲和公開信等等。 表示支持內地學運, 要求政府取消戒嚴令, 同時和學生進行對話。 二十一號有不少團體發表聲明, 包括了, 二十五個團體和六百五十八個簽名的 教會團體呼籲書, 也有佛教法駐學會, 法駐文化學院, 六百四十八個基督徒教師的呼籲信, 六間中學四百四十八個教育工作者的公開信, 二十四個教育工作者的呼籲, 文匯報一百一十九個員工的聲明, 三十七個簽名的香港語言學會的聲明, 三十個財經新聞從業員的聲明, 香港學者至全國人民書政府醫生協會, 輔助醫生委員會, 六十一名電影導演的聲明, 一百七十一個簽名的社工界, 緊急聲明, 以及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的公開信, 五十九個簽名的青年協會會員的聲明, 大學畢業同學會的聲明, 中國政法大學校友會香港分會的聲明, 以及, 崎南大學香港校友會理事會的呼籲等等, 除了遊行, 以及登報的聲明之外, 有一點, A軍也要特別看一看,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恆生指數, 暴跌, 當時的指數是多少呢? 三千二百四十五點, 是, 你沒聽錯, 是三千二百四十五點, 跌幅是一百三十二點, 差不多是三點幾四個百分比, 創下了1987年十月股災以來, 最大跌幅的一天, 除了證券業之外, 旅遊業也飽受衝擊, 旅遊業界人士指出, 五月前往國內的長線旅行團人數當然大幅減少, 其中, 北京跌幅超過一半, 十九號開始, 商務旅客紛紛向航空公司和旅行者退票, 取消所有附京的計劃, 但是, 另一邊商, 一些海外駐華機構人員, 緊急撤離, 搞到, 北京對香港的機票大為緊張, 據了解, 當時只能夠訂得到十五日之後的機票, 簡單說一句, 自從二十日正式宣佈解放軍進京之後, 香港的證券界, 商界等等等等, 簡直是一片恐慌啊! 至於這一片恐慌是怎樣? 其實只要經過二零一九年的大家, 都應該知道是甚麼事了, 當時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被迫要將香港回歸回內地, 但是, 他想不想這樣做呢? 之前英國提出過, 用治權換主權, 當然, 這個方案當然被拒絕啦! 現在, 單止有機會收回香港, 甚至乎還可以趁著香港的位置, 可以滲入內地, 幸好的話, 對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來說, 更加是中了Jetport, 因爲就可以在香港, 滲透到內地, 然後再在內地那裏, 輻射過去其他共產主義陣營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一次過震跨, 整個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立的共產陣營啦! 再加上, 那時候, 中英談判在香港前途, 香港人前途未明, 見到類似的報道, 當然是心驚驚啦! 於是, 英國政府, 利用了這種心態, 引發香港人的恐懼, 和仇恨, 去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就是從香港滲透內地, 然後, 打垮整個共產陣營, 你知道當時, 香港的經濟, 和內地經濟比, 香港經濟是非常之好的, 甚至乎, 在八九年年尾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體力, 原來是等同整個中國的四分之一, 所以可以說, 從香港那邊滲透內地, 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好無二蚊, 當時的香港人, 是非常之熱心, 亦都非常之純情, 這樣, 打算去幫助內地, A軍當時, 亦都是其中一員, A軍, 亦都捐了少少, Lunch 錢過去, 搞到Lunch 都吃少了一個, 這件事, A軍自己想回, 都覺得, 真是有問題, 至於, A軍捐了這筆錢, 到底去了哪裏呢? 嗯, 這件事, 原來就令到, 一後, 拉長了, 學運的仇名, 好, 這件事, A軍, 一後再同大家跟進了, 好了, 香港那邊就說到這裏, 拜拜!